3月24日滚石唱片发布复告 称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郑华娟因病去世 年仅60岁 她是一位创作型音乐人 先后创作的糊涂的心 太委屈 蒙娜黎莎的眼泪等 给一代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目前虽然不清楚郑华娟去世的原因 但对于60岁的年龄离开 实在是让人感到惋惜 对于这些音乐人来说 生活压力很大 生活不规律 经常熬夜失眠等 会引发多种疾病 尤其是心脑血管病 精神性疾病 肿瘤的发生 对健康带来危险 心血管病和中风是导致 中年离世的最常见的原因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缺乏运动 肥胖 喝酒应酬等 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引起意外的发生 长期过度的压力 会干扰人体的免疫系统 造成免疫功能紊乱 增加肿瘤的发病风险 总之 作为成功的人士 工作重要 但别忘了健康的管理 积极控制各种危险因素 为持续健康加分 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欢迎您关注转发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